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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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士多的环保理念 为了实践这个计划 他卖掉房子和家当 有请学生 一起来打造他的垃圾乡新家 听到计划的学生 都觉得这个老师太疯狂了 垃圾乡屋的大小不到一瓶 不但比旧家小很多 面积也只有新建住宅的1% 专家打算用一年的时间来改造垃圾箱 在改造期间 专家和学生们都必须轮流在屋里过夜 水的问题怎么办 当然也是取自大自然 专家从附近的湖中取水 用自制的滤水系统过滤 自己种菜 减少碳排放 而学生们也会在一旁记录小屋的能量消耗 用水及废物排放的情形 专家希望把美国每户的每天平均用水量 从400加轮降低到4加轮 每年平均11000度的用电量降低为0 甚至每户每天4.5磅的垃圾量 也要朝着0的目标迈进 不过住在垃圾箱 家人难道不会受不了吗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女友怎么说 不愧是专家的女朋友 真的很酷 以垃圾箱为家 专家未来的瓜居生活令人好奇 而学生们除了得到实践理论的机会 未来也会在网路上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看看这个小小的垃圾屋 住起来到底是什么滋味 哇 原来垃圾小小屋这么有意义 有这样的老师上课一定很有趣 看完了你是不是想去住住看呢 想是想啦 不过如果要住一年我可能没办法吧 现在要介绍的屋子 你就会觉得更大更宽敞哦 也是很特别的房屋吗 嗯 就是用货柜组成的货柜屋 卡车缓缓开进小巷 后头再送的就是屋主期待已久的新家 一个大货柜 近年来澳洲的房价高涨 一般上班族买不起房子 因此便宜的货柜屋 就成为人们买屋的新选择 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 小心翼翼吊起大货柜 笔手画脚把它放在预定的位置上 这间货柜屋一共要用上四个货柜 只要一天的时间 它就能变成有三个房间的小屋 施工的速度超级快 主要是因为最多的固域已经建立了 而且它很容易和快的固定 新家慢慢成型 小屋的女主人也开始动手粉刷油漆 加点装饰 跟普通房子相比 货柜屋只要大约新台币一百万元就能打造 经济实惠 而对于屋主来说 这个梦想中的新家 跟一般公寓也没什么差别 货柜屋就跟堆积木一样 用堆叠的方式 将货柜组合成各式各样的房屋 而且更赞的是 所有设计都可以量身打造 只要使用隔热板抱负墙面 就能阻绝阳光 冲锋又凉爽 虽然传统的建筑业者并不看好 但是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的护柜屋 已经逐步占领了街头 成为澳洲独特的都市景观 一天就能盖一栋房子 这种数据实在是太神奇了 嗯 因为不止台湾 还有很多地方的房价都很高 所以这样又快又便宜的货柜屋 在澳洲 美国 还有很多国家都很流行 看完了垃圾香屋 还有货柜屋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又是什么屋 接下来要介绍的房屋 虽然也是因为高房价 而变得很夯 不过它跟上面两种房子都很不一样哦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它可是盖在水上的水上房屋 厌倦的喘不过气的都市丛林 想换个悠闲的生活环境吗 加拿大的温哥华 因为房价始终居高不下 今年掀起了一波水上房屋的换屋潮 电影制片史蒂文森 五年前从美国西雅图搬来这里 远离喧嚣的市中心 住在岸边 它可以享受宁静 慢慢构思它的新作品 它住的地方叫海洋村 全村12户都是水上房屋 特别的是 这里的屋主虽然买了房子 却没有土地所有圈 他们是用租的方式住在这里 而房东 就是加拿大政府 来自德国的交换学生贝恩特 所启注的这里的经验 也觉得相当新鲜 除了安稳不怕婴船 这里的空间也相当宽敞 客厅 厨房和卧室一应俱全 和一般住宅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是 只要打开门窗 港湾景色就能尽收眼底 住在岸边 闲暇时还能悠闲的遛狗散步 真愜意啊 这里的水上房屋 30平售价月薪台币1400万元 虽然也不十分便宜 但是跟温哥华 动辄两三千万元的房价相比 还是亲切可爱多啦 你必须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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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景观 悠闲的生活 这些就是他独一无二的魅力 难怪能吸引这么多人离开陆地 心甘情愿来当水上人家 今天介绍的特殊房屋 每一种都好有趣喔 嗯 不过我觉得最有意义的 就是专家的垃圾香小屋 嗯 我想垃圾香小屋 只是实验的一小部分 专家的计划最重要的 就是要推广少及是多的理念 减少生活中的浪费 让更多人知道 即使拥有的很少 也可以生活得很丰富 很快乐 每逢周末或是连续假日 在高速公路上 都可以看到大排长熬的车潮 世语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多的车子 除了空气污染还有噪音之外 有没有可能产生 什么有用的东西 有用的东西 怎么可能啊 大家都跟你一样是这样想的 不过意大利专家的新发明 却让大家跌破眼镜 什么发明 车流发电 没听过吧 专家研究出新系统 可以把车流变成电流 赶快一起去看看吧 车来车往 这画面有没有好熟悉 不过这不是台湾 而是意大利米兰的高速公路 在这里每天都有数百万台的汽车来来去去 庞大的车流量 除了带给当地便利的交通 也带来了眼中的污染 看着公路繁忙景象 专家突发奇想 这么庞大的车流 如果能将它转换成能源 那该有多好 于是 能源车道的想法 就这么诞生了 简单的说 能源车道就是在类似交流道 收费砖的地方 铺设橡胶材质的铺面 这种特殊的铺面 可以吸收汽车减速的动能 并且把动能转换成电力 只要汽车经过 马上就电停满满 最要梦幻的设计 经过专家的反复实验与研发 结合气动 发电机与各种技术 终于化成现实 这就是最新的绿色能源 能把车流变成电流的能源车道 专家估计 一段九公尺的能源车道 一年可以产生十万千瓦的电力 如果拿太阳能板来相比 相当于三座网球场大小的太阳能板电力 哇 很惊人吧 而且除了高速公路的收费站 它也很适合设在车道转弯处 或是商场停车场出入口的地方 因为这种必须减缓车型速度 好吸收电量的设计 除了蓄电也能帮助道路安全 由于上路后 车道每天将承受百万辆车子的重量 为了确保行车安全 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 专家说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 总算要大功告成 希望能源车道可以早日跟大家见面 让这取之于地方 用至于地方的绿色能源 能好好造福乡里 余生 你在写日记啊 不是啦 我在折引鸟类观察生态记录表格 这些都是我去台中平邻国小 上生态课所记录到的 哇 你看到这么多种鸟类啊 对啊 他们的学校可是鸟类的天堂呢 有黑瓜马路 竹井酒好多好多 而且我也学习到怎么制作鸟类标本 听起来很有趣耶 我也想去上课 好啊 那就跟我一起到平邻国小点名 看看哪些小鸟来上课咯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李廷轩 今天是候鸟的返校日 每一年这个时候 候鸟都会回来学校各东 所以呢 现在我们要寻找它们的踪迹 平邻国小位在台中太平的山边 绿于盎然的山林包围了整个校园 天然的地理环境吸引许多鸟类到校园拜访 大家有发现吗 校园内的玻璃为什么要贴上鸟的图片呢 嘿嘿 刚好学校的科展有教过 就让我来替大家解答吧 因为怕鸟类看到玻璃反光 以为是可以过去的地方撞到鸟类 来来来 一个小记者很棒 那是防止鸟类撞起玻璃 是镜子里面的虚像 是缓射外面的花 那鸟类的眼睛 像我们前面能够判断 它会撞上去 但是这个鸟类真的很好用 只是减少降级的事件 这也是校园鸟类呢 特殊的一个地方 那边有一只 那边有一只 好 草原喔 那你看那是什么东西 那一根上面 要看吗 好 我们退后来不要量 有人要点那一只 那是黑手 你看这样 有可能看 最远的地方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后退来 这边不要量 来 看一下 乌秋 它不怕 那个老鹰 就是猛禽 那我们这个地方 就看到两种 一个是朱简丘 一个是大绝蕊 校园你有黑棍麻肉草在哪里 有 离我们很近 来 我们看一下在哪里 这里 这一根树上 这个草目前已经繁殖过了 所以目前没有繁殖的迹象 大概在暑假的时候呢 它还在繁殖下一代 有照顾它 那有可能明年会继续使用 那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再盖新的 所以这一棵树是很适合 黑棍麻肉生长的一个 新型地 老师 黑棍麻肉 为什么会喜欢住在这边 好 黑棍麻肉 为什么喜欢住在这边 那黑棍麻肉 以及所有的鸟类都一样 蜜食方便 有来源 它就会留下来 所以食物决定一切 因为这个校园 有很多的蚯蚓 是黑棍麻肉最喜欢吃的 而且这一棵树呢 比较隐密 所以比较隐密的地方 而且禁殖也方便 这种条件 就符合它竹草的纤维 最好是它今天只看到两种 那等一下到透操场 跟步道上会看得更多 咦 不是在观察鸟类吗 怎么忽然大家都蹲下来 剪树叶 到底在做什么啊 那我们的开袋表上一树 新的房子 很像啊 老师啊 这里是菱角霞的家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要剪叶子吗 因为我们现在 要帮菱角霞布置它的家 校园内为什么 会有菱角霞的草箱呢 原来受到近几年 环境开发的仪下 菱角霞生存空间 越来越狭小 因此学校尝试在校园 设置人工潮箱 果然没多久 菱角霞就入出了喔 而且还剩下许多 可爱的小猫头鹰呢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校园 很多树 它本身目前树洞 其实没有以前那么多 因为种的树种 种率已经改变了 或者树的数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掛潮箱 就是提供它更多机会 它在繁殖的时候 就是很快就可以就定位 就是找到它想要株草的位置 那它就可以繁殖下一代 为了让小朋友 认识校园生态 校方举办了彩灰潮箱的活动 同时也在潮箱设置摄影机 全天后记录零角霄 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 近距离观察 就是帽头鹰宝宝 小鹰和小卷球 是不是很可爱呢 因为我们平常小朋友 比较少接触到我们这些动植物 所以我们是希望小朋友 他能够亲身去接触 体验这样的自然环境生态 然后让它养成爱护我们的动物 跟植物 短短的时间内 我们就看到这么多鸟类 有朱锦胶 洋艳的草 麻雀 小白鹿等等很多的鸟类 走了校园一圈 才发现鸟类生态这么的空腹 让我们来点点名 今天谁到学校报道 这个大鸟呢 在我们校园很常见 很多小朋友都要跟老师讲到 是超小一只大鸟很大 它很惊讶 后来介绍完之后 它就对它很有清淡感 因为你在上体育课 它还跟你在上课 但它很害羞 你一靠近它就会掉 或者潜行 这样拼拼地跑掉 那这家园呢 是春天来玩食的 事实上跟零角骁 是跪校的这样 校园候选的人 有点小声 零角骁 就是最常见的猫头鹰 零笔最常见的猫头鹰 原来要看到可爱的小鸟很简单 只要人类对环境友善 它们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但有些小鸟可没这么幸福了 因为总是会有意外发生 可以直接绑自己 OK 不要让它住 哇 里面有好多鸟类的标本 这些标本热气是如何製作的呢 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吧 我们赶快一起去看看吧 谢谢啊 你带牌子里 不要摇来摇去 啊塑膠带要拿这样 你知道 很难穿 不过你就是很难穿 才要让你们的帮忙 OK 然后绑线 然后绑线 老師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号码才算好 对 因为这个号码才只是代表说 我们学校的标本教室的标本 编号 然后总共目前叫这一次 就是第320标本 对 真好喜欢 你为什么要做老头呢 是不是有叫他叫上去 那里面这很大 对 有叫上去 这一件是表示它是我们的救伤系统 就是 你可以辨识说它是不是 真的能力吗 是外包 唐老师所说的救伤系统 指的是经过救伤单位救之后 也放的动物 都会有一个专属脚环 就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 对 还是叶音 用原子笔鞋也可以 制作标本可不容易 除了要克服心理障碍 不怕尸体 最重要的要了解 他们是怎么死亡的 做标本的目的是因为 为了想要让别人一起知道 希望你们不要去抓他 或者是不要去伤害他 让他繁殖 要不然他可能会病临绝肿 就是希望不要去养他 让他自己在天空中飞翔就好了 这间小小的教室 就像医术室一样 虽然小鸟们因为各种原因死亡 但经过同学们的敲手 就能让他们的生命 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不一样的课程 也让大家成长不少 老师只是希望小朋友说 借着这些标本 能够认识这些鸟之外 我们要学习 跟这些动物和平相处 就是借着这些死掉的标本 当作我们的宣导大使 好吗 那以后你们小姐 所有的任务也是这样子 你们是动物的代言人 是这些生物的代言人 然后帮他们宣导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 我们要一起来保护这些动物 可以吗 那我们一起来当平林国小的 宣导大使 然后一起为这些动物发声 好不好 好 人们做好的标本 都会摆放到这间标本室 给大家参观 有长耳销 有准 念音 还有我手上这支 老师 这支好特别 请问它是什么鸟类 对 它是台湾 算是最大型的老鹰 叫大观鸟 那大观鸟 它以前 它就是又叫它 叫做蛇鹰 所以它吃什么 蛇 对 它最喜欢吃蛇 没有错 所以我们小朋友说 老师我们这里有没有蛇 有 有蛇的地方 就会有它 标本教室就像神态宝典 不仅可以让同学观赏标本 也让我们受益良多 我更希望的是 它们能够透过各个课程 能够学着去关心它们 然后去 进而能够去保护它们 因为毕竟 地球不是只有人类 我们生活周遭 还是需要有这些 可爱的小动力 可以陪伴着我们 希望以后可以 钢心会结束 也能替别人 介绍更多的鸟类 我真的好羡慕它们 因为它们的学校里面 有很多的鸟类 还有很多的鸟类标本 我竟然也实际制作了 这些鸟类标本 我发现可以 从这些标本里面 知道它们的生活习性 也可以知道它们 所面临的困境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保护它们的家 让它们 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小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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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